消防署不斷走在最前 是一個很專業的部門 舊家符為常說火警一爭都嫌多 署長 你上任後有沒有什麼整體策略 希望帶領消防署走到另一個台階 希望承繼我們前輩 我們會繼續努力為市民服務 第一方面我相信我們會更加應用多些科技 特別在滅火救援方面可以提升效率 較早前你也見過 我們構置了滅火機械人 除了滅火機械人 海陸空也有機械人 這麼厲害 陸上大家都見過它出動 有些危險的地方 怕派消防員進去可能會面對危險 射水時正如上次有電的貨 它可能會觸電 我們可以用機械人代替 另外水底也有一個機械人 水底的機械人可以代替一些蛙人的工作 為何要代替蛙人的工作 其實蛙人在香港的水域裏做搜救工作 人始終大家都想過 可以想像一下 在水底要游一條直線 都比較困難 但如果用機械人做搜索 任何洞洞洞洞的位置都可以搜到 因為它已經有一個衛星導航的定位 空方面我們都用了很多無人機 我們現在已經構置了20多部無人機 去協助我們做滅火救援和山頂搜索 當中它的功能是包括了一些大範圍的搜索 一些熱像的探測 即是哪裡有火鏡可以立即找到 甚至是可以攜帶一些物件上山 去給一些備救者 處長我知道 其實資訊科技消防注用得很快 也是走在最前 我特別有印象很深刻 記得較早前元朗的電纜事件 剛才你說到在陸上 你都用機械人去救火 其實那些經驗 你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 效果是怎樣 是否更加善用資訊科技 達到救火的工作 在上次的事故裏 其實大家都看新聞時會見到 橋因為大火燒軟了 裡面仍然是有些電線 我們都不能夠絕對確定 這些電線是否還有電量 是 沒錯 如果貿然找消防員去射水 有機會觸電 第二件事 大家都看到橋當時是塔了 中間斷了 是 沒錯 如果我們要深入去 因為裡面還有火種 我們要深入去救適 橋裡面的電線火 可能要派人進去 但如果要派人進去 橋就有一個再倒塔的風險 所以我們使用機械人 前往去到橋底負責射水 還有一件事 我們要避免潦橋時會導致傷亡 另外就是可以避免觸電的危險 還有一件事 機械人其實是有高清鏡頭 可以令我們了解到 當時橋裡面發生火警現場的位置 可以實時報出來給現場指揮的同事 另外機械人還有一些熱感探測器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射水有沒有用 因為如果我們射水這個動作 這個行動有用 隨著熱感探測器 就會顯示出來 溫度在橋裡面就會慢慢降低 而這些我們都有紀錄 可以留在日後訓練之用 還會看到有機械人在這 accły 我們不可以拍照